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会陷入到季度里面 因为我们伤心仇的一个谎言 那个谎言就是 我所没有的会使我更快乐 以至于我们忽略了 我们已经有的 所以我们总觉得快乐真的在前头 那你看到整个的 所谓的广告媒体也好 广告的媒体就是要让你感觉 现在的你是不快乐的 对 因为你还缺了一个东西 缺了一条牛仔裤 缺了你这个手机 缺了一个房子 对不对 那其实你看整个广告 广告的目的就是要激发你 觉得它有的真好 OK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是活在一个 完全是用这一种比较心态 来激发购买育也好 激发这些所有的这些 整个的经济 我们的经济繁荣 跟这个都某种程度有一些的关系 但是重点是 仇略它其实放了一个谎言 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也吃了这个谎言 那个谎言就是 我所没有的才会给我真正的快乐 那人就会这样子 人就会专注在他没有的事情上面 就会忽略他所有的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追求他的事业成功的时候 他会把所有东西压在什么 我就是要赚更多钱 我就是要有更大更好的工作 更好的职位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会把他的什么东西 现在已经有了 就是他的婚姻 跟他的家庭 摆在一边 更可怕的是 我们需要明白 因为嫉妒他本身的背后的那个因子 其实是贪婪 是贪婪 所以他永远不会说 我真的有了那个之后 我就满足了 他不会的 他不是说我今天有了这个房子我就满足 我换了一台车子我就满足 他是一个无止境的一个 继续贪婪跟继续嫉妒下去 换句话说 我得到这个之后 我还是不够 因为那个谎言会继续告诉你 你还没有的会让你更快乐 所以你现在有点快乐感 但是会更快乐 所以你不要松懈 继续努力 继续追求 然后你就继续在追求 可是最后你会发现 就算你真正到了 你还是不满足 所以很多的时候真的 当我们吃了这个仇敌魔鬼 或者是这个社会价值观 所给予我们的这个谎言 说你没有的东西 才会让你快乐 你会发现 当你进入到那一个循环的里面的时候 就好像那种白老鼠 你在养白老鼠 不在跑那个人 一跑 所以为什么 全世界最有智慧的所罗诺王 在传道书 他讲 他说 我又见人 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 就被灵社嫉妒 这也是虚空 也是捕风 愚昧人抱着手 吃自己的肉 满了一把 得享安静 强如满了两把 劳碌捕风 其实大部分的人 在他追求的人生的背后的动力 或者是动机 其实是贪婪跟嫉妒 然后抓到这一切之后 却发现最后是什么 都是空虚的 我其实可以验证你所讲的这个话 因为我的太太翠芬 她在癌症医院工作了十年 她就是在癌症末期的病房里面 照顾这些病人 她就曾经跟我谈过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 癌症末期的病房 她其实有很多的时候 已经不只是身体的照顾 特别是在安宁疗护的病房里面 有很多是这种灵性的照顾 心灵的照顾 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她常常听到人们就讲说 她很后悔 把她所有的力量都在追求 这个世上的名誉 地位 成就 事业 财富 这些东西 可到最后 她看到很多人 他们很有成就 因为她是在一个 私人的癌症医院里面 又是在一个最好的癌症末的病房 那很多人来的时候 就是家境是很富裕的 可是来看她的家人却不多 因为在过程当中 她的婚姻早就破裂了 她的孩子 在一种没有爱的环境里面长大 长大之后也不想来看爸爸 她这种人的病房 我们可以去公布 或者小医院了 你们看吧 那么在家境里面 通过 其她的一天 好 希望 来 둘